本周五全世界都关注美国总统选举的最后一场辩论,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和心情都跟以前的很不一样。 以往对美国的各种赞赏及羡慕,都变成了一大堆吃瓜群众讨论的笑话,而投资者最主要是去计算选举后的各种变数和风险。 以决定近日大量限制资金的流向,近周亚太市场是相对平静的,指数都是扎幅波动为主。 主要是商体操作和选股不炒市,而欧美及新兴股市则是相对而言是大上大落了。 则不是,欧股在跌了多日后,来了一个较明显的普星,而美股相信也会在本周星市收尾,因为各大超级大户都开始对美国的情况有了一个判断。 同时,也对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新一波疫情的负面影响作了一个较充分又无奈的消化。 在单边下跌不会短期出现的预期下,各路热前还是会选择在这安全窗口期炒一下短线的? 由上,我也开始慢慢地买回一些欧美资产,希望争取一些短期收益,至于对本地股市则又是另一番打算了。 E股已连续跌了数天,上周市场许下上冲上正3500点的宏徒已不复见。 转移是向下看看能否守住3250点了,本难的老读者现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过往数期也没多谈A股的原因了吧? 对A股的短期后使我不会太悲观,但绝不会乐观,我预算在没有巨大宏观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上正是不会跌破3000点的,而向上空间则会少于100点。 由此,战术上应以短炒业满股,有罪买入中场线优质价值股份,而主旋率为总体减持,增加现金,若是专业高手,则不妨留意向下炒的机会。 最近还是有大量资金在找尋出路的,最后也说说港股,港股不知不觉间已升近25000点。 跟A股的走势和香港的实体经济都是背驰的,其主因是无论外国,香港和内地资金都有各自的原因要维持或推升港股。 所以,在合力下,大家就看到现时这样有点迷幻的市况了,我预计未来两周港股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波幅应有百分之十之大。 简单说就是上下1000点左右的急升或急跌。 若有足够量能上穿26000或插破24000点, 则会有一波明显的单边行情。 总之,港股最近会很好玩的。 若玩得好,利润和机会都会远高于A股。 若玩得好,利润和机会都会远高于A股。